嗨,大家好,我是弗拉 大家都知道,中国地广物博矿产资源丰富 据相关数据显示,中国已明确的矿产资源 约占世界总量的12%,居于世界第三 当然,还有很多没有探明的 在上世纪50年代,中国科学家和苏联科学家 就在内蒙古山沟,挖出意想不到的大宝贝 据说比黄金还宝贵,这就是稀土资源 稀土素来就有工业黄金之称 其用粮的物理特性能与其他材料形成各种性能特异的新型材料 其最大的功能就是能强化其他产品的物理性能和质量 比如在钢材中加入稀土 可以有效提高钢材的强度和抗辅饰能力 在军事方面,稀土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军事材料的制作 能有效提高军用飞机,战舰的抗压抗磁能力 和提高它们的耐热度 大家都知道,夜市仪器对于军用夜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装备 而夜市仪器的制作也离不开稀土资源 在通信方面,光纤技术是实现远程操控的核心 在作战时,无论是飞机还是舰艇都需要光纤 而光纤的制导同样离不开稀土资源 稀土现今已经成为关系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性资源 被人们称为工业维生素 而中国的稀土资源储量占全世界的71% 目前美国的稀土资源也是在中国进口 一旦中国在稀土资源上进行垄断的话 那么其他国家包括美国都将遭受极大的损失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稀土资源方面的绝对优势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 美方也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